每個墓碑都像一本書 你看到的時候 你就會想起那個逝者的故事 就每一篇都不一樣 每個墓碑也都不一樣 讓它有故事 不能讓人看的就是石頭 就是一個名字 讓人能看著它和這一生的 一個濃縮的一段經歷 這個到時候它要調一下地觀像 然後就往這邊調就行了 15度左右吧 然後這個防水的話 一定得就是注意 大學的時候學的是繪畫專業 然後雕塑方向 身邊同學都做老師 大家都一樣 然後我就是特立獨行的一個 然後我就當了一個墓碑設計師 然後就一人一試 感覺做出來的墓碑 就特別有成就感 像科布希耶的墓 然後還有就像王爾德之類的那些 它其實就是一種凝固的藝術吧 然後也是一種紀念性雕塑 當你做雕塑的時候 你是會融入自己一份感情的 就是你根本不管外界是什麼 然後你就會拿著那個泥 然後在那捏人 墓碑的話是你結合別人的事 然後來進行創作 然後我就想把雕塑 融入到墓碑上去 用中國人的觀念結合一下 兩個月左右 然後自己獨立戒的蛋 因為最早期就一直跟著師父學習 這是我師父 然後從到九宮山以來 幾個月一直是跟著他學習 每一單都是他陪伴著我一起完成的 墓碑設計師工作可能基本分五步 那第一步是接待客戶 第二步接待了之後深入了解客戶 第三步可能就是從設計方案的工作 第四步就是墓碑安裝 加工安裝 第五步濾化美化 我們在設計當中呢 會跟客戶溝通很多事情 在這個故事當中去提煉要表達的東西 我呢是在學校學的是園林工程專業 但是我們的方向是靈圓 去掃墓的時候我看到靈圓裡全都是黑色的大背高高的 一排一排的 去了很恐怖 那麼我就想了呢 那可能是不是我們去學了這個專業之後呢 從事了這個行業呢 是不是可以改變這種現狀 讓冰冷的石頭有點溫暖 就像一個故事會一樣 他可能是警察 他可能是個學者或是這樣的 你能通過設計可以看出來 應該是也快上千套了吧 可能最喜歡的是小喇叭廣播的故事叔叔 當時說接到因為病重 他不能來 我就去了 去了進入他的房間 進去你看他滿臉的笑容 沒有意思就是被病魔折磨的那種難受和恐懼 我們想給他做個雕塑 因為他的成就也適合做雕塑 他說不要 認識我的人 他永遠會記著我 後面談了很短時間 發現他很在乎 他小喇叭廣播了這段經歷 那麼我們做的時候就把他這個廣播 或這份工作提煉出來 我們做了一個收音機 老師收音機 上面寫著小喇叭開始廣播了 聽他們講的像看電影 看電影似的 有的是長輩與晚輩 有的是白髮人 黑髮人 你的接觸之後心會很痛 你只能說我們從最後的設計 來給他一點慰藉 讓他緩解他一下痛苦 或者說這種傷悲 讓他們看到這個更加有一種思念 寄討他的心情 我有一款設計就做了一個雕塑 當當天來的時候 他的父親就抱著看著頭像 就慢慢一步一步靠近 他都眼淚從眼角一點一點的 就感覺就出來了 之後抱著雕塑頭像就哭了 抒發了自己的感情之後 回過之後對我說了一聲 或者說一聲謝謝 就說一句謝謝感覺我的工作有了意義 如果有哭的話基本上會不哭也能流一滴眼淚 因為你羨慕那種戰友情 父母情或者愛人之情 在這裡我都看到了 哭完之後回來我就跟朋友就笑了 更珍惜我們之間的友誼 我們之間的感情 我們就在一列火車上 你不知道哪一站你就要下站 我就感覺用我們更珍惜我們現在的生活 珍惜每一天 任人做好每一件事 我是想設計成一個板凳吧 然後上面掃個刻格二維碼什麼的 然後比如說走累了往那一坐呀 掃個碼 然後上面還能有就是可能有我唱的歌 或者是有我講的個故事 想讓更多陌生人來認識我呀 就想讓大家知道我射牛 我感覺我想做一個燈吧 閃了一亮光吧 照著別人 如果別人注意到我 來看看我 聽聽我的故事